解释第一章第二十节 让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或七个金灯台的耳鼻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师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没错 昨天我们看到七个节旗根本已经讲完整个信仰的范围 而这七个节旗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比教会所经历的信仰 而用七个金灯台去对比的原因 就是因为原来金就好像矿物很宝藏 关于七个节旗的启示 关于六十六卷圣经的启示 它是用金去造成的 意思就是我们原来不是一出世或者我们一番奸教会 或者教会自然就会认识 是我们好像挖精金挖宝藏一样 累积又累积 当你不断累积的时候 最后慢慢在你眼前神的话语就会打造成这个金灯台 而它就会一眼一眼灯的去打开 因为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当你愿意去完成第一个第二眼灯就在你面前出现 你一个一个去成就它 一个一个去封锁它 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的时候 这个奥秘才正式打开 就让我们知道原来 去到做到第三个才是同女的 第四个呢 就是五秦节 五秦节是开始了什么呢 开始了教会 在历史上 你知道主要是说 钉完十字架之后的五十日 五秦节出现 教会开始出现 如果不是因为五秦节存在 根本历史上就不会有教会存在 对不对 所以就是原来你肯经历五秦节 你才是教会的开始 所以在信仰上 这些不接受灵恩的那些 就是有生之年 量它们都不能够成为教会 它们只能够成为什么呢 它们只能够成为同女 当然它不会说 我这间是什么什么 或者是黄大仙的同女会 不会的 它们一定会说自己是教会 什么什么教会 这一大问题是跨个名字的就肯定 不接受灵恩的全部 一定不是教会的 一定不是的 因为那个根本是第四个节旗 就是接受灵恩 为什么呢 或者你觉得奇怪 因为呢 就如我所说人穷 它可以保持自己不犯罪 不软弱 但是人有钱 有权柄 有能力 有荣耀的话 就反而人会面对另一个试探 你有机会成为领袖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意识上跌倒呢 有机会你附足的时候 会不会在金钱上跌倒呢 你拥有权力的时候 你会不会弄权呢 你会在历史上面 一个只不一个这些领袖 他们没有办法经历得到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经历得到 实际上只能够选择一个难民 去成为他的身负 是不是 他都不能祝福 即是可以共患难 不可以共富贵 五秦哲就是一个这样的试验 你会看到五秦哲的事件 衍生了阿尼尼阿撒菲拉的事件 你就会知道 你会看到 是哦 原来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的信仰上 最大的挑战 在灵恩当中 如果你发觉 如果你不小心 我们接受圣灵 反而我们在内心当中 助长自己的骄傲 或者邪情私欲 甚至呢 你会看到一些接受灵恩的那些 哇 直接搞到 在灵恩聚会当中 扮奴叫 扮鸡叫 扮僵尸跳 而事实上有好伤害 不是一个两个 是入精神病院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说 他们接受圣灵之后 他们开了竅 就可以接受邪灵 OK 不是说圣灵的不是真 而是因为我所说 你接受能力的话 能力是会带来 那些人内心的败坏 不是圣灵是有问题的 而是那个人 慢慢放弃了圣灵 不肯接受教导 走进去骄傲里面 所以五秦节 是灵恩 神所给教会的恩赐 是一个很大的试验 是试验他能不能够 手结心清 他成为财政 他都不贪钱 成为领事 他不追尋这些荣耀 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 也不会去骄傲 这个就是你会看到 五秦节才诞生了九大恩赐 五秦即是 而这个才是教会 因为圣经清楚说 我们有使徒 有这些恩赐 我们才能够 百折个案奇迹 成为教会的身体 所以不接受灵恩 根本没有过来 第二世都没有机会 成为教会 最多 都能够成为同女 甚至有些是沉睡的同女 所以五秦节 就是我们进入教会的 第一个门框 你要看到 节旗清楚给我们看见 而这些七盏灯 也给我们看见 好了 那是不是之后就完 不是的 你接受灵恩之后 没错 我们看到灵恩 有神召会 有 Charisma 这些教会 但问题是 下一步他们全部都走 如我所说 一会走在腹竹里面 有些走在邪情之欲里面 有些走在人的荣耀 有些都走去世界的 贪爱世界的享乐当中 有些甚至成为大淫妇 那接着呢 他们人生当中如何呢 是不是立刻去 彼得、保罗等等候 时刻等候主降临的人 不是 另外还有三个节旗 就是吹角节 就是我们说的 属罪日和住棚节 就是有生之年 都时刻预备主降临的人 才有机会 成为这个 什么 这个七盏灯都点了 很辛苦 所以弟兄姊妹 你发觉 起不是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经历 我们有没有预备呢 是吗 我们预备的时候 会不会懒惊 日和说这些 未必仲不我都会做的 是的 你这么不顶不吊 你觉得 你这种舍慢的 你觉得是 在这里舍慢日和吗 你以为这间教会 是我带领的吗 你以为我现在说的道 里面能够应验 是我一手做出来的吗 你舍慢神的说 舍慢神的带领那个 你能够上到天堂 你现在在说笑吗 我们只能够 战敬 畏惧 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将要进入自圣所 我们做的时候 不是还要选择我们 喜欢做还是做 不做 我做真的好像 违背了我的良心 那你那个是什么良心 你那个是落惯了 被铁落惯了的黑心 神的说 神的带领 都违背了你的良心 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教会 明白吗 教会的心 不是说全是在跟从神那里 现在你会看到 我们所说的这三个节旗 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吗 你见不见这七个节旗 每一个教会都要经历 就是因为教会都要经历七个节旗 所以这里才将教会去对比金灯台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七个节旗 你会看到 好了 七个节旗 原来当我们去经历每一个节旗 那当然 跟着的吹角节 属罪日和住棚节 我相信不用再多作解释 大家这三年都经历过 见证过 吹角节就是代表了 预先说定给别人听 就是主咒了 对不对 你要看到在我们2009年已经开始说 但到了2012年尾 现在12月的时候 新闻才开始说 不是 现在我们竟然在这一年当中 做一个统计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相信 现在的灾难 是跟启示录有关的 你见不见 他们未有这个转变 我说全世界 他不是因为听了日华 说的话而变 而是他们真的看到这些灾难 也不是传媒去怂恿他们去变 是去见到现实 就是我们所预言这些灾难会出现 但问题是 教会现在才觉得是这样 那他们就没有经历吹角节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他们紧紧经历了吹角节 他们不能够吹角 因为他们错失了 吹角节已经错失了 这个已经是两三年前应该做的 他们错失了 我们要经历吹角节 我们要经历熟罪日 我们要经历住棚节 那我们才是教会 但我们经历了之后 原来我们成立当中的表表者 你能教别人的话 你就是星了 所以你看到七个金灯台以上 就是星了 所以就如我所说 星就是冠冕 原来你不要想着星和教会没有关 星就是教会当中最顶尖 因为在全个人类历史当中 你会看到教会是千成亿的人 对不对 而这些断千万断亿的人 其实你会发觉 他们是分领袖和合格的教会 合格的教会 他们就辛苦了 但是合格的教会当中 也有绝对领袖级的人物 就好像对于教会界来说 你会看到这个妇人的头大十二星冠冕 就肯定是十二使徒 如果你对以色列来说 你要发觉他头的十二星 就肯定是十二之派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这个是约失的梦 约失的梦 开头的十二星 一定是他们这十二兄弟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创世纪说的 对不对 但现在你要看到 就是说真的 这些星是代表了 在信仰上面 能够成为别人榜样和带领 能够成为一个依归让人 可以从当中 得到最高级的明白 所以 弟兄姊妹 其实石安是将会成为 升级教会 当然有些 哇 就是懒聪明 一会儿又说这些不是 那些不是那些 那些 在教会苟然残喘那些 都被提 我们大家会知道 但那些真是看 神是在带领这些教会 全心全意的尽力去做 有什么瑕疵都自己改善 进步 去使得精益求精 每一样都尽力去做 你是可以不断去弱进的 你可以填满这个纸粒 甚至到一个阶段 如我所说成为这个金灯台 但当我们做完 人家都没有做 而全世界的教会 都要去看我们所教的 学我们所教的 我们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有没有继续去 神高升我们的时候 将我们高升上天上的 星象一样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照耀 别人呢 我们有没有点明别人呢 我们有没有成为 别人路上的灯呢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成为 升级教会了 我们就能够真真正正 在神的时代历史当中 去好像这一段圣经 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奥秘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神会竟然用 一件死物金灯台 去对比教会 因为这件死物 其实是一个活剧 是一个预表 是代表了神在圣所 过去的2000年当中 摆在圣所的这个灯台 教会就是成为这个灯台了 成为他们从六十六卷圣经当中 去找出六十六卷圣经 所托着的真正大题目 就是这七盏灯了 就是这七个节旗了 然后他愿意一个一个点亮它 而不单止一个一个点亮它 他并且有充足的油用 七个灯都维持去点亮 而不是像这些同女那样 他们不是没有点亮 他不是没有油 只不然油不够 而导致他们在外面哀哭切耻 所以你会看到 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清楚看见 七个节旗 根本已经将一个婚宴当中的 无论不客 同女 辛苦 都清楚描述出来 启述第一章 第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 见在我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师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我愿决心 将赴释 任 resolutions 千一點 为主慾奋卿自求 远渙 你们 multitude buck 监 赵 快 人 交 為主要奋äh�自求 我 垣異猿岑 上 宣称真理 将福音见证 月节值信心宣扬 天活祭 燃机 望荣耀赞想 额路心志 将真过显扬 每天兴起发量 成就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